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新闻开始带来关心的是 历经三年的工程期 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第一期的演艺厅终于落成了 由高雄市长陈菊和多位民意代表以及艺文界的人员 一起来参与启用典礼 同时也欣赏了第一部由指风车所带来的凤山的故事 并且要正式对外来宣告 南台湾以及大凤山地区新艺文时代正式来临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正式起床 谢谢 缤纷的彩球落下来 也象征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第一期的演艺厅正式营运 许多民众抢头箱进入演艺厅内 等待欣赏首演的巨马 不过三年来的工程期对背负成败的文化局长来说 却是点滴在心头 当时是十月二十五号 我们隔年差二十天的一月十五号 我们新的预算书要复印 所以我很感谢市长 在路短的时间之内 兵荒马轮中央之内 我们编列大东文化艺术机中心的第一统金 是在二十天之内编列的 马上复印 那我也特别感谢在头所有的议员 为了凤山的发展 实际上那一笔钱 今天就是用在今天 所有大家看到的表演节目以及展览 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给我们的议员 给我们市长代表掌声 尽管过去的三年来 历经诸多的困难 都在市府同仁的齐心合作之下 一一克服 市长成局相当欣慰 看到第一期演艺厅能够如期营运 也算生了一口气 期待高雄会越来越有气质 所有的困难都过去 我们希望未来我们高雄市民 大家都真贴望这个地方 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珍惜这个地方 让我们高雄一文的活动 我们有很多的表演中心 每一个都发挥它的功能 让高雄越来越有气质 让高雄越来越进步 你一听正式营运首演的紫风车剧团 带来的是全新巨马 凤三的故事 我不是草寺 我是黄山的团圆 我决定 我给你这修正一条铸铸铸 你改革路面的贪质之后 凤三百年发展史 人文特色以及未来风貌精彩趣味演出 获得现场观众惊喜喝彩 期待三个月三阶段的市营运 点一听安排的节目都能票房长红 港东新闻是孟府刘志散 采访报道 随着凤三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的启用 为了鼓励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前往欣赏表演 因此高雄市政府在大东站 捷运的大东站出口处 增逝了两个公共脚踏车的租赁站 高雄市长城局亲自主持典礼 同时他也表示 目前高雄市公共脚踏车 与一卡通来整合 希望能提供使用人次 同时也在今年六七月份左右 会增设到74个公共脚踏车的租赁站 将会有1000台的公共脚踏车 提供服务 随着凤三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的市营运 为了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前往欣赏表演 市府在捷运大东站出口两处 增设了公共脚踏车逐赁 市长城局亲自主持启用典礼 3 2 1 传递程序新幸福 LOVE & BYE 高雄积极建构友善的自行车道 希望提高市民以自行车 当代步工具的习惯 这几年高雄市的脚踏车道 我们要达到600公里 在未来这一任内 高雄大高雄地区 我们的卡塔车多 自行车道要达到1000公里 我们高雄市未来这个地方 是让大家感觉 高雄市對於自行車友善的程度 對騎腳踏車的人很優先 我們要來做給它更好 更舒適 高雄市公共腳踏車駐林系統 現在有49個暫點 從98年啟用至今 已經累積逾42萬騎乘人次 尤其去年底和高捷一卡通整合之後 使用率俱增 未來還會再增加更多的 公共腳踏車助力站 讓服務範圍更擴大 我們會把我們的腳踏車 搖到腳踏頭 搖到五年的部分 會接到收港 我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大東站 我們的專民加裝 LED夜間的照明 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說在今年 到今年的年中 我們的公共腳踏車的 租林站的74站 會再增加一千多的腳踏車 來服務我們的市民朋友 這都很感謝中國 包括我們的捷運公司 在這個部分 大力的支持配合 我們的所有未來 我們的腳踏車 會租林的系統 用一卡通的票證 可以兼航 一卡通可以搭捷運公車 就我們的公共腳踏車 30秒就完成 實在有夠方便 典禮之後 民意代表也親自拿了一卡通體驗 親自感受一下 這一套公共腳踏車 租林系統的方便性 港東新聞 是孟輔劉志善 採訪報導 港澳市長陳菊 受邀參加了高雄縣建築 開發商業同業工會的 會員大會 他出席當中的特別 感謝各企業界支持市政府 所推動的市政建設 同時他也允諾 縣市合併已經滿一年了 因此針對要打造高雄 為移居城市 他承諾一定會兼具各區發展 高雄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工會 舉行會員大會 高雄市長陳菊受邀出席 並帶領市府一級主管參與 杜巴菊局局長 特別將過去一年 市府在原高雄縣所做的成果 以圖片方式為大家說明 試圖展現市府努力建設的企圖心 革命之後許多共同的議題 特別是公共建設方面的議題 市政府從預算上一看出來 其實佔市政府 可以很多的預算 這是實實在在的 所以各位應該也可以感受到 我們現在部分在鳳山 在寧遠 在大寮 在仁武 在岡山 甚至西美地區等等 我們有好多的基礎工程都在做 兩條馬路的開通 或者是一個公園的改善 不然就是我們 這個橋樑的工程 更大的就是 我們這次一口氣拉出了 十個的重劃區 正在做推動 每一個地方的完成 其實都是在改善我們市民的生活 但我的看法其實更重要 其實創造一個投資環境的機會 高雄市政府 除了要用具體的成績 表達對原高雄縣的重視和建設 市長陳菊更是親自掛保證 雲諾縣市是一體的 大高雄各項建設的進行 會和建築業者攜手努力 兼顧各區發展 我們高雄館 過去17區要安裝發電 高雄市11區要安裝發電 這個公併線 然後 然後每一區有特色的發展 我覺得這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們的公會會員大會 也是最後一次 是未來更擴大 往前經過一年以來 好好地檢討 我們38區 每一區環保的要求是一定 環保的要求 清晰的要求 發展的要求 每一區特色 都是一樣 我相信 我們未來 我對我們大高等 很有信心 雖然高雄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工會 在明年起會與高雄市的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工會合併 不過市長期許會員們不要氣餒 合併並不是走入歷史 而是要擴大組織 一起為高雄的美好未來繼續打拼 港東新聞 劉志善是孟甫 采訪報導 接下來透過一週新聞回顧來看看 這裡拜託哪些新聞重點 接下來帶來看一則勵志的消息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熱愛生命獎章 今年的得主是有一位就讀三名家商的學生 叫做胡青玉 他得到罕見的疾病 身體行動不方便 但他從來不怨天郵輪 還樂觀地積極學習 考取了多張證照也領取了獎學金 不過身高只有130公分的他 可以堪稱為罕見疾病的小巨人 在動人躍身中 周大觀2012年熱愛生命獎學金頒獎典禮 在高雄市三名家商舉行 好 請我們要講到小巨人 從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創辦人周敬華等人手中 接過獎項 得主胡青玉就讀三名家商三年級 為感見疾病而二指證構群患者 合併多重障礙病變 需長期使用呼吸器及肺動脈高壓用藥 曾因呼吸衰竭住進加護病房 生命路上與死神博動 但他從不怨天尤人 樂觀好學 做事不假他人之手 還考取多張證照 在課業之外 甚至去當志工幫助別人 活出自我價值和希望 無論是生活上還是課業 想什麼挑戰最大 每項都是挑戰 每項都是挑戰 然後你有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每一天的挑戰 樂觀的態度 還有與 不要放棄的心得 每個老闆跟同學都會很興趣 然後他們幫助很大 我可能每一天都會感動 在爸爸媽媽陪同下出席領獎 胡青玉一家人到場經驗分享 鼓勵更多家有身心障礙孩子的家長 不要放棄 因為根據統計 15年來陪伴13多萬重症孩子或其父母親友 對抗病魔而導致夫妻離婚的比率相當高 我們的數據統計應該有86% 那這個86%裡面有74% 是爸爸落跑的 是爸爸落跑的 所以說我希望這個暗動生命中心能夠成立 能夠幫忙這些身心障礙殘疾的父母 能夠助治人自最少能夠照顧自己的小孩 那也許在這過程裡面 也可以信任自己的第二專長 希望成立暗動生命中心 亦助病同父母學會按摩自助助人 堪稱是不落跑爸爸曾經事 更帶來音樂書籍 除了懷念病是兒子曾英琪 也以每天為子按摩兩小時 爭取延長父子情緣的故事 感動所有人 為在場學生上了一堂生命教育課 港公信任務主委 龔如瑤 裁方報導 雖然美牛爆發的瘦肉肌 又傳養雞腸有禽流感 鴨肉鵝肉無法幸免的情況之下 肉餅一再出現疑慮 由於此臨州國小就推出了 一週一蔬食的營養午餐 結果意外受到好評 從校長老師到學生 都養成了少吃肉 多吃蔬食的新飲食習慣 吃飯時間到了 今天的營養午餐菜色有 紅蘿蔔 馬鈴薯咖哩 花椰菜 以及玉米炒蛋和黃瓜湯 欸 怎麼都是菜沒有肉啊 原來這是臨州國小 每週一次的蔬食日 而且現在小朋友就是說 其實平常都大魚大肉 那我們希望能夠給小朋友 在用餐的時候 能夠有一些更健康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嘗試著推動 每週有一餐是蔬食日 這樣子的那個用餐 從校長還有主任老師們 很多都已經開始 就在主餐這一餐 都是吃蔬食 那吃蔬食 那學校這邊的 就越多人吃蔬食 那做起來就會更方便 然後菜色也會更好 這樣子 學校從校長到老師帶頭做 不怕吃到問題肉品 主餐改以蔬食取代 不過為了要讓成長中的孩子 營養攝取不受影響 臨州國小營養師也特別在 營養午餐上做了調整 主食類就是五穀跟金類 熱量攝取的足夠的話 然後再補充植物性的蛋白質 來講的話 營養素是都夠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學校的那個 蔬食日的話 我們一定是會供應雞蛋 因為雞蛋它是優良的蛋白質來源 所以而且是小朋友容易接受度 比較高的 所以一定會 蔬食日那一天一定是供應有雞蛋的 那個菜養 以植物性蛋白質取代 動物性蛋白質 一樣可以讓學生吃得健康又營養 畢竟一週才一次的蔬食 基本上學生接受度都很高 菜好不好吃 好吃啊 我都覺得沒有吃肉快就好 不會啊 再每一次你跟這種食材有吃肉 不會啊 吃菜很營養 原本是為了推廣減碳 所施行的一週一書時 如今卻因為美國牛事件 意外成為當今飲食最好的新選擇 港東新聞是孟甫 鄭景宏採訪報導 為了提供有智能障礙青年 卻無法到達庇護工廠要求的青年 也有一個工作的機會 新路基金會所成立的新路工坊 現在又多了一個據點在南紫 也希望透過這個據點的成立 代表他們的服務已經向北延伸 各單位身心障礙學員帶來精彩表演 熱鬧慶祝新路基金會 新路工坊男子站 開幕囉 慎重大家都懷責非常感動 感恩的心聚集在這個地方 為藍子工坊的開幕大家一起歡慶 當我們確定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更多的志工朋友們也利用他們的假日 來幫我們在裡面油漆粉刷清潔 我想任何的一個服務的成立 其實過程當中 對我來講我也代表新路基金會 我就是一個感謝一個感恩 很多的事情的成就 不是新路基金會做的 是許多許多的各界的資源一起投入 藉由日間照顧服務與庇庫工廠的社區化服務模式 新路工坊讓上有生活行動作業能力 卻無法達到庇庫工廠要求的智能障礙者 從特殊學校畢業後就能銜接到社區作業 發揮能力融入社會 隨著縣市合併 新路工坊野季博愛站在男子增設據點 為了提供更多作業機會 工作陣裏還有二手小鋪 謝謝新路在高雄市提供了這麼多的服務 剛剛看到這裡面 從日拖 從社區作業設施 包括庇護工廠等等的都有 所以剛剛中執行長講說 這句話我們一起支持自能障礙者 正在社會局立場 正在我們聯盟總會的立場 我們一起支持深信障礙者的朋友 要擁有美好的希望 尊嚴的生活 其實我們這個 主要帶動是很不錯 旅程作業也是很不錯 然後這個手真理戰品 我們還沒有經驗 還是很好 新路工坊男子站 可服務20名聚能障礙青年 目前已招收8名學員 關懷從左營向北延伸 期待未來協助更多 需要支持的障礙者及其家庭 港東新聞吳之語劉志善 採訪報導 剛好是為了鼓勵市民 來檢舉亂丟燕錠的人 因此將罰金的35%作為檢舉獎金 不過也這個檢舉獎金的額度太高 因此就有人開始鑽漏洞了 因為平均每個月只要檢舉5張都有成立的話 那麼一個月下來就可以得到 將近10萬塊錢的檢舉獎金 甚至還有人把檢舉照片轉賣變換現金這種亂象 因此剛好市議員周琳文和陳正文 就召開記者會 要求環保局針對檢舉獎金的分配重新調整 我們第一名的檢舉達人在高雄市 光是5個月的工作日 他就領到68萬1127萬的薪水 我們的檢舉達人的獎金在案件的認定上太多寬鬆 我們的檢舉達人的獎金太過誘惑 所以產生了第二個亂象就是 我們有檢舉達人因為獎金太高了 但是因為環保局的工作天需要8到9個月甚至到1年 在這中間等待期把這樣的獎金當作資產 再做二度投資 也就是說當他確定他這5個月的獎金可以領到30萬 但是他必須等八九個月 所以他會轉賣給另外一個所謂的投資者 亂丟菸蒂罰1500元 檢舉人可以獲得35%的獎勵金 平均每天只要檢舉5人一年下來 百萬元的獎金輕鬆入貸 也導致檢舉案件暴增 高雄市議員陳正文就曾經接獲民眾的陳情 五張罰單居然要付出萬元罰金 他在違反時間是在去年 就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九號 但是他什麼時候接到罰單呢 他在民國一百零一年二月十號 這相差差不多有十個月的時間 我十個月之前所違規的項目 我十個月後才接到罰單 這合理嗎 他有個例子就是一年內被舉發五次 他的罰款高達一萬零三百元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的環保局裡 行政作業沒辦法在三個月內通知當事人 我覺得這個在我們環保局內的相關作業規定 是不是要有所改善 我們現在一年有十億萬件的檢舉案件 這些確實我們的公務同仁 現在真的是非常辛苦的在檢視 檢視出來有些比較模糊的 或是甚至有些還要去到現場去了解的 所以可能這個時間都是延宕 但是剛剛我們陳議員提到說 這個確實對於我們市民是一個很大的心理傷害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也會徹底的檢討 罰單遲到了十個月才即發 環保局副局長也不能接受 承諾會改進 不過針對給檢舉人獎金的法源 是民國91年就訂定的 也承諾會檢討提案 再送市政會議討論修法 港獨新聞劉志三人是莫甫采訪報道 為了享用米其林三星級的主廚 法式料理現在不用花大錢出國 在高雄也吃得到 因為有餐廳就邀請了米其林三星的主廚客 做高雄 並且選用台灣在地的食材 料理出一道道創意的法式料理 果然一推出三天六餐的定期秒殺一空 來自台灣彌陀的龍膽石斑 經過米其林三星主廚的妙手調味 再以牛奶打發當醬子 這道充滿台灣風味的法式料理就完成 要打破高檔法式料理 只能使用昂貴進口食材的印象 第一當然是台灣食材 第二就是盡量能夠以台灣南部 特別是高雄作為首選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主食材龍膽石斑 就是來自於高雄的彌陀 對於這個龍膽石斑的口感 我們當初也一直在討論 它到底要有多厚 尺寸要有多大 因為每一口都在影響著大家 嘗進去的一種感覺滋味 在法國呢 所有的食材都有季節性 但是我品嘗過了台灣的蘿蔔的時候 在夏天的蘿蔔呢 它比沒有像法國的蘿蔔那樣子的辛辣 除了主餐龍膽石斑的料理很講究之外 這一道用海膽水所打發的細小泡沫 讓這一道海膽料理多了視覺上的經驗 而另外這一道柴魚溫泉蛋所香炒森 只是結合日式亨條手法 為台灣的氣候所量身打造的 台灣海立魚 那Chef在製作的手法上面 有一點像是日式料理 因為他上一次來高雄 他發現說高雄的天氣其實很熱 所以我相信呢 我們的台灣地區的朋友 將會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這也是台灣的食材首度呢 能夠要上全世界最高等級的餐桌上 有海鮮有豬肉也有蔬菜 精選台灣在地食材 透過米其林三星主廚的廚藝演繹 創造前所未有的視覺與味覺的體驗 也難怪餐廳推出了7000到1萬塊 不算便宜的三天六餐的席位 立刻秒殺一空 港東新聞是孟甫朱宇宏 採訪報導 週末假期到了高雄哪些的 展覽和活動可以參與呢 接下來透過港都生活訊息 帶您一塊來看看 以上是3月24號的港都新聞 我是孟甫朴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禮拜一同一時間再見 中文字幕視野發動 尚三星主廚 我們下禮拜大陸 我們下禮拜大陸 回到回到座播中 我們下禮拜大陸 我們下禮拜大陸 頭順 我們下禮拜大陸 實際irsiniz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